近日郭德纲带领一众徒弟参加了话剧《窝头会馆》首演 对于演出效果 网友们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 尤其是北京人艺演员的评价 引起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 郭德纲等相声演员的学历太低 没办法理解里面的人物 这样的评价让喜欢德纲社版《窝头会馆》的关注无法接受 但从现场的照片来看 着实是打脸了这些人 8月7日在《窝头会馆》首演结束当天 龙马社晒出了演员和观众的合照 从而感谢观众对《窝头会馆》的支持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台下满坑满谷坐无虚席 看得出来德纲社版的《窝头会馆》得到了观众们的认可 对此 不少网友表示 老郭是用实力打脸了那些质疑 没学历的都能卖出这么多票 不知道学历高的能卖出去多少票 而且龙马社还宣布了下次演出的时间 怕是质疑的人已经无地自容了 众所周知 舞台剧向来都是检验演员演技的最佳形式 不少网友表示 郭德纲一众弟子演的话剧真的不错 把《窝头会馆》这部话剧演活了 于谦老师演技也非常棒 节奏把握得非常恰当 连转身都是戏 郭老师把角色的镜头拿捏得十分到位 再加上本身就是穷苦出身 还有台词功底 情感传递的也非常巧妙 演技上可圈可点 唯独胖的不像穷人 对于大多数观众来说 德云社版的《窝头会馆》无疑是成功的 也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当然面对质疑 许多网友表示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毕竟自从老郭跨界以来就面临着诸多质疑 无论是唱经剧还是演话剧都是诸多的质疑 但老郭都用实力来证明了自身的实力 那就是台下满坑满谷的观众 无论到什么时候 有观众看你才是最重要的 对于演员来说 有观众的支持 有台下的掌声 这就足够了 也没有辜负德云社演员们半年多的努力